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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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說 正方跟那個女客戶 是因為酒精錯 所以才發生關係的 並不是有什麼真感情 簡單的說 就是他們兩個有一夜情 一夜 光是一夜惹的祸 就可以遺憾一輩子很養及家人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應該是這樣吧 那至少正方這次的外遇 程度上來講 還不算太嚴重 應該挽回育力吧 外面那個女人都懷孕了 哥跟嫂嫂的婚姻被搞得岌岌可危 哪像不嚴重啊 聽起來 程偉好像什麼都還不知道 那江爸爸跟江媽媽 應該也都還不知道才對 我應該說嗎 算了 算了 我還是不要多做也好了 哥那麼在乎嫂嫂 一定會拚了命 私下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就真的相信她這一次吧 欣盈 妳還在擔心我媽會反對 我們兩個交往 不要擔心 一馬歸一馬 我媽這個人嘴巴愛念 可是呢 其實她的個性是很明利的 不用擔心啊 我想她應該是不會 因為一時的情緒化 硬消把我們兩個再三 而且 妳也說過啦 只要我們兩個心是在一起的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把我們分開 妳絕對不要亂看 妳絕對不要亂看 好 我沒有話要跟妳說 好 我沒有話要跟妳說 小媽媽 妳千萬不要謝我 這本來就是我應該做的 是我哥做了對不起嫂嫂的事情 讓我受委屈 而且照她那麼脆弱的時候 彩妮不來就應該排在她身邊的 我實在看不慣我們媽媽 這樣談不講理 妳要把彩妮留在我們家 就是因為妳這麼乖 這件事這麼訪問有關 所以我才不想跟妳說過 謝謝 說實在 心儀 我這個做事大的人 不管怎麼討厭妳們大的人 說實在 我又不應該在妳的面前 陪陪妳媽的妳哥 但是我今天為了要做這件事 可能會發生的錯誤 所以我沒有顧問負負 我直接就做壞人 妳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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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以說 妳不應該要了解 妳怎麼反對妳跟我們成為做 知道嗎 我知道 知道嗎 我知道 憲憐妳也知道 幫妳拜託一下 離我們成為打風 妳不聽人家說嗎 藝人的閨不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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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無到罪人的都難過 媽 妳怎麼這樣講 正方還有吳芬芬婆婆怎麼樣 跟欣怡沒有關係 為什麼正方犯得錯 欣怡要來扛 妳這不是御家之罪嗎 我真的不知道妳在什麼時候 變得這麼名利 好 我知道我反對妳們的作為 妳沒辦法真心 不過請妳也希望提供妳媽媽一 媽 可是 好嗎 好嗎 正義 我早知道這事情對妳更難生 但是說實在 我對妳沒意見 我也可以算說很害怕 但是妳要知道 我和妳媽真是伯母 妳不願意不願意 尤其我吳芬芬家去跟妳家這幾年 發生多少事 妳看妳一層又一層 大家吳芬不開心 現在感情都跑跑去 是怎麼還可以好 以前的人說高射是正式的事情 我沒有看過 還沒在家 我現在看妳和我女婚這麼好的 這樣我相信有名 高射正式的事情 但是我又要跟妳看一眼 不好意思 我說我得很適合 如果妳可以等到等一等 再讓我頂尊得一遍 我們劉花絕對不客氣她的 媽 說了這麼多 妳的重點就是放在兩家人的恩怨 那妳也替我們兩個想一想 我們很無辜 我們經歷千辛萬苦 循循祕密才找到對方 愛上對方 妳不能就因為這個樣子而打散我們 妳現在在說什麼 妳是愛情愛分頭 愛到什麼都可以不計較小 我是妳媽媽 我眼睛都要看得那麼遠 我就要插 當初是我就是因為妳少爺在打散我們 如果要嫁正花的時候 我都沒插手了 看她今天那樣痛苦 這樣一齣還有一齣 妳不知道我心肝頭會又痛 如果要嫁得那麼痛 我肯定她不要嫁 當初是我在家裡未婚生子 廚皮頭要找我家怎麼唱 那樣痛就沒關係 我肯定妳不要嫁 媽 我知道妳心裡沒有陰影 但是妳因為這樣子 反對我跟心儀交往 這對我們來就很不公平 什麼這麼不公平 我們兩位人做以前就不好了 現在李正方又跟我們有這齣的 這件事如果處理之後不好了 這兩位人 我們就比我太冷了 好了 我說到這裡我沒想到再說了 雖然親家做一遍 我沒辦法做第二遍 兩年不用說了 剛才妳現在是亂來亂來的 亂來亂來的 還來的妳的每個都沒有計較嗎 妳敢不然因為這個親家五十個問題 影響到妳們的感情 不會了嗎 媽 我是真心喜歡心儀 我不管她家裡人怎麼樣 我都不會改變我的心意 媽 請妳答應我們交往 這件事不關心 不關心 什麼事情怎麼在那裡 我已經確定了 怎麼說到這裡 聖姨 請妳 請媽媽幫妳開這個心裡 今天你若不是生日 我真的教她 我會你嫁在我家做我的事 但是就算我教她沒用了 你回去問你老婆看看 我會她讓你嫁在我家嗎 我的心裡確定 我們今天說到真會子 我還要在我家做你的事 不是 你哥真難過了 我媽應該是因為你哥的事情 還在氣頭上 所以才走不動 等過一陣子之後她氣消了 我再找機會睡不著 姐夫 怎麼辦 我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如芬走了 我該怎麼辦 姐夫 你走之前還叮嚀我 要我多包容正方 要跟她好好的 現在正方外遇了 我要怎麼辦 她好好的 凱琳 妳不要光的跟洋洋哥哥看故事書 來 喝花茶 還有這個 妳最喜歡吃的巧克力蛋糕 如芬 妳今天難得 帶小彩琳來我們家做客 我特別準備了這個 羅諾花茶 它可以讓妳安定精神 放鬆心情 還有暫時可以 把不好的事情都忘掉 來 我昨天吃水過多 要多補充水分 妳喝兩杯 怎麼樣 好喝嗎 前面排花茶 當然好喝 喝了 喝了 心都暖 清美 真的很不好意思 今天是一半天 我帶彩琳來打擾你們 其實我根本就不想出門 是我媽很堅持 一定要我出門走走散散心 叫我哥把我再來這邊 真的很不好意思 今天我母女倆 打擾你們開心的家庭 如芬 妳是清美的好姐妹 算起來妳跟彩琳都是我們的家人 家人回家有什麼好打擾的 而且妳現在有事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關心妳 不要怎麼今晚 楊楊 大人有事要聊 那妳帶彩琳妹妹到後面去畫畫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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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們就在那邊畫畫 是 江若芬 我告訴妳 妳以後再不准跟我講那個什麼 不好意思 會打擾妳的話 妳是個我比親姐妹還要親的妹妹 我們生一家人 當然應該要互相照顧 互相關心 再說如律現在在高雄學作品 我當然要把她那一份拿出來 再特別的關心妳一下 謝謝 謝謝妳們大家的關心 真的 我們都已經認識十幾年了 妳儲存在我這裡的謝謝 都已經多到成河了 如果妳再一直這樣卸下去 真的河水要犯難成災了 原本我以為李正芳只是摳門一點 但其實是一個還滿顧家的男人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她居然會跟一些男人一樣 偷吃搞外遇 要不是妳親耳聽到真相 還不知道她到底要滿多久 這李正芳真的是氣死我 老婆 妳喝點花茶消消氣 安定一下情緒吧 好 蘆芳 妳知不知道 正芳外遇對象是誰啊 我不知道 我 我只知道她是正芳的客戶 可是正芳有在三地跟我保證 她以後絕對不會再跟她有往來 會跟她斷得一蓋二井 妳老公都敢背著妳偷吃了 她說的話妳還信啊 真沒有見過像妳家的傻女人 連那個狐狸精是誰都不知道 難怪人家會說 老公在外面偷吃 老婆總是最後一個知道 就是在形容妳這種傻瓜 真不知道 妳是太不關心妳老公 還是妳老公說謊的技術太高明了 楊小莉 妳不要再說了啦 如芬她已經很傷心了 妳不要再往她的傷口撒眼好不好 不過只是有話直說而已 這樣姜如芬 才可以找出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姜如芬 妳機靈一點 去搞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怎麼狀況 去搞清楚那個狐狸精 到底是長得圓的還是扁的 因為大部分的男人都不會說實話 李嘉慶 妳說我說的對不對 大部分的男人不會說實話 有些女人也不會說實話 對 我承認 我之前是真的對我的老婆大人說了謊 可是我說的是善意的謊言 好 我可以證明妳說的是善意的謊言 因為當初是我不讓妳把真相說出來的 不過誰又可以保證李正芳 會不會對姜如芬說善意的謊言 善意的欺騙自己的老婆 小英 拜託妳少說兩句吧 我倒是覺得小英的說法很有道理 我真的覺得 如芬必須要去搞清楚到底那個狐狸精是誰 她必須要去搞清楚 這是不小心喝醉酒搞出來的一夜情 還是偷偷交往的不倫烈 因為這是如芬要處置李正芳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小英說得很對 小英的建議經過清雷的補充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會參考好好的想一想 妳會把我的話聽進去 代表妳還不傻嗎 待在一群女人身邊 那我唯一的一個男生就是弱勢團體了 那我看我還是少說話多聽話好了 我累了 我先進房收拾了 我累了 我先進房收拾了 我累了 我先進房收拾了 清美 去一下洗手間 好 妳知道地方了 好 妳知道地方了 家慶啊 我覺得妳有空的時候 還是要去看一下妳那個甘霖機 看看她到底現在在做什麼 妳放心 我剛才的打算這麼做了 我一定會找機會問清楚的 對了 太英美美 我媽媽有幫我買新的MV3 妳要不要聽 好 妳要幫她買新的MV3 箱子 到底有什麼樣子 好 她的滾了 她的滾了嗎 大滾了嗎 只要我讓你來搜 都不替我這樣想 你會把我孫唱給你 還給我孫子回家 他老頭做 真是要他去世 你整天都給你來搜 三天好了 是說 這君是在不用什麼 不用到這樣 甚至是在加班 今天自己也沒休息 媽 我要出去一下 等一下 今天假日 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看看如芬 而且我要求岳父岳母原諒我 昨天晚上我擔心如芬 擔心到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我真的很怕如芬回娘家之後 再也不回來了 怎麼還到你媽 那你當時才會煩惱你們老婆 我又整天都沒睡了 我起到 才到現在就沒辦法起床 那我可能是你們老婆在天上 有在跟阿寶比 媽 我這個大姐 你還把我扔到這兒 整天沒有過頭 他還要求他 還要求他 他還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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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回去到家裡 還要求我們生不去 你 我看 你還要求他 你還要求他 你還要求你準備 過去 你如果要離婚 離離的 我不要 我不要跟如芬離婚 但是 你還知道 你還說 你有外遇 就應該你真拿走 你還要求他 你還在外面 已經把你肚子搞大了 那一定離的 到時候 你也要娶黃漫明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我這輩子只認定 如芬是我唯一的老婆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絕對不會 跟如芬離婚的 而且我絕對不會允許 任何人跟如芬說 那你怀了我的孩子 妈,连你也不行 你真妨,你不要罪人吃太多 你还要怎么被他嫁过去 一定是如芬带彩琳回来了 起来,你吓死我了 你来的,你都怕我吓死我了 你真是怕 我忍得一样晚上 这口气 我要是不帮我宝贝女儿出 我会被你呼呼气死了 李正芳 你这个混小子 你这个混蛋 当初我答应把我女儿嫁给你 你承诺我 你会给她一辈子幸福 没有想到你 你却让她老是哭 我女儿有苦 也不敢回娘家哭诉 我看在眼里,心里面好痛啊 之前 你岳母跟我说 哪一对夫妻不是吵吵到闹 互相谋活地过日子 我听了你岳母的话 所以你之前 对我女儿怎么样 我都可以忍得下来 但是这一次 你在外面跟女儿搞出那种事情 你让我的宝贝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所以 所以 我绝不能忍受 郑芳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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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郑芳她对不起 如芬 可 可是 你有话好说嘛 对不对 你一进门就打人 那你再有道理 也会变成理亏了 对不对 这样子要什么事情 就不好好地说嘛 对不对 妈,你不要说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 做出对不起如芬的事情 辜负了岳父大人的期待 让她的宝贝女儿受苦委屈 岳父大人打我是应该的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请您原谅我 如果您打我的话 可以让您消消气 可以让您原谅我的无心之过 那你尽管打我吧 就算把我打到重伤住院 我都心甘情愿 就算我把你打成残废 我女儿就会不再伤心 不再掉眼泪了吗 我宝贝女儿所受的伤痛 就能弥补得了吗 爸 只要你肯原谅我 只要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李真方 发誓 我一定会拼命弥补如芬 因为我真的很爱如芬 很爱彩妮 很爱我们这个家 而且我当初 也跟爸承诺过 我一定会给如芬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我一定会拼命做到的 爸 请您原谅我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求您 就算我原谅你 说不定我女儿会更受伤害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非常非常疼爱我的宝贝女儿 虽然我不是一个有天的人 但我还能工作 我还有点继续 我绝对可以养活我的爱 跟我的外孙女 所以李真方 你给我仔细地提起主 是 爸您请说 发生这件事情 我现在不知道 我女儿会怎么做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辜负我的女儿 没有给她一个很好的交代 我就把她继续留在我们江家 我会不计一切代价去争取 我坏损你的抚养权 希望你给我牢牢地去这边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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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跪了 你起来 你起来 起来啦 都流血了 妈你拿药 妈哪药 妈 妈 我根本不是故意的 连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夜情 我都完全记不起来了 我到现在还觉得 一定是王曼霖那个女人 在设计陷害我 你 Was 你想说 ミシ 你是 谁 妳姐妹還考驗 開始學著 深情不退卻 用窗戶的 妳在畫什麼 媽媽 來 如芬 如芬 怎麼了 妳是在想剛剛楊曉音說的話嗎 楊曉音她就是那張嘴 講話就是那麼直接 象徵一樣鋒利 可是有時候就是一針進血的 會講到問題的核心 但她往往不知道 其實我們聽的人 心裡真的是痛得不好受 美芬 如果剛剛楊曉音的話 有讓妳感覺到不舒服 妳不要在意 不要跟她計較好不好 我雖然跟曉音不熟 可是我看得出來 她的外表雖然看起來冷冰冰的 可是她的心是熱的 我知道她是好意給我建議 我怎麼會跟她計較 我謝謝她都來不及了 妳真的不會是我的好姐妹 跟我一樣心臟夠強 可以抵擋住她的獨省工 可是因為我剛剛看妳想楊曉音的話 想得這個眉頭都皺起來了 我還正在想說 妳是不是因為她的話 讓妳不舒服 結果不是 所以妳 我是在反省我自己 反省 我覺得 小櫻音有把我的問題講出來 我在反省 我這幾年待在家裡 是不是生活太安逸 所以一碰到事情整個人就慌了 不是慌就是哭 可是這樣怎麼解決事情呢 我都當媽媽了 我怎麼還這麼笨 妳夠了沒 姜如芬 現在是李正方搞外遇 她做錯事對不起妳 妳在反省妳自己幹什麼 不要先替妳聽我把話講完 我是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身邊有這麼多的好姐妹 給我很好的建議 又安慰我 我會好好認真想一想 看看我要怎麼處理老公外遇這個喜題 好啦 妳也有反省到呢 我們這些好姐妹會永遠至今 就對了 昨天晚上我想起姐夫走前 跟我講了一些話 她叮嚀我 要相信正風 要好好和正風生活 看在姐夫的份上 我有點在猶豫 我在想 如果這次正方不是有心 是一次不小心的失誤 我為了維持我的家庭 我是不是應該 要給她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我們做好姐妹的呢 可以陪妳一起渡過難關 可是有關於婚姻這個喜題 必須靠妳自己去思考去決定 妳這麼有智慧 我相信妳一定可以做出最好的決定 我看這樣吧 我們不如出去走一走 轉換一下心情 順便我們去做個芳寮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去麥人那裡 不是 我是想說帶妳去別家試試看 可是我媽在那裡買了很多芳寮券 都放在她店裡就是給我們用 我們不去的話很浪費 可是我覺得 好啦 沒關係 我們就去那裡就好了 張如芬妳怎麼會這麼固執啊 為什麼一定要去曼玲他們那一家呢 好 算 那我去請楊小英 幫我們照顧這兩個小鬼 小英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煩你出來一下 什麼事 因為我要跟如芬出去一下 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照顧一下 楊楊還有采玲 好 沒問題 那就麻煩你了 我去拿個包包 采玲 媽媽 要跟青妹阿姨出去一下 這裡有楊楊哥哥 還有小英阿姨照顧你 乖乖好不好 你聽得懂媽媽講話對不對 你好乖 那媽媽先出去 好 好 林楊 那妳要好好照顧小英妹妹喔 好 媽媽 拜拜 拜拜 乳霏 我們走吧 那就麻煩你了 楊楊楊 彩琳 妳們在畫什麼 我們都在畫媽媽 楊楊還是畫她的青妹媽媽 都這麼久了 我的寶貝兒子心裡面 還是不肯接受我這個親生媽媽 她說她在畫她 我猜妳 有一天 都在畫媽媽 跟妳畫她的模樣 那就是她的模樣 她的模樣 她的模樣 你打到你父親教會是怎麼出去遺棄人 沒有了 媽 岳父大人才打我兩巴掌 沒有你說得這麼誇張 而且我也是心甘情願接受岳父的處罰 天啊 你都心甘情願 想跟你有事 讓你墮胎要好慢你 你老婆不在氣笑來人家輪路 我不知道就知道 你不知道恐怖 我 若這萬寧姻老婆 那個水真的 誰要問她就跟我說 所以萬寧要做這件事 早晚一定會扛 到時候入婚就知道 一定要離婚 不過 我根本要離婚 不然你早晚會打死 媽媽 我已經說了幾百遍幾千遍 我是不會跟如芬離婚的 我拜託你 你不要動不動去叫我跟如芬離婚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說一點有建設性的話 是 我說怎麼沒有建設性 我是不敢 在讓你中人跟你說 我是捨不得你被江家人罵 捨不得你的肩骨都拿掉 我還不是都為了你 好啦 實在你了 你怎麼搞的就搞的 對嗎 對嗎 要死不得我都沒有管理 這樣會不會 我要轉 伯母,你好 等一下 我... 佳慶,你怎麼會來 什麼 佳慶,不好意思,我媽心情不好 來,你過來坐 謝謝 來 佳慶,你怎麼會過來找我 你的臉 是被我的岳父打的 好 是這樣的啦 你跟如芬的事我都知道了 今天如芬帶采玲來家裡 清美叫我來看看你 順便跟你聊聊 完了 又如芬的好姐妹都知道了 那我以後的日子一定很難過 不,要是被大姐在高雄知道了 那她肯定會連夜趕夜市 回來把我殺了 真棒 你現在心裡怎麼想的 我也很想知道 佳慶,你會來 我覺得是姐夫明明就有安排 姐夫 我好想你喔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 我一肚子的苦水 要向誰訴說 好啦,你先別那麼難過 你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如果有的話,你儘管跟我說 也許我幫得到忙呢 你不在乎 如芬跟清美是好姐妹 怎麼說我們也算是連經啊 姐妹之間有女人跟女人的對話 那我們連經之間 應該有男人跟男人的對話吧 家綺,太好了 如果你願意聽我說的話 那我剛好也快憋不住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天晚上 你再發生什麼事 你不客氣了 你不客氣了 那天晚上 你不客氣了 我去 你怎麼搞得 今天又不做生意 你開個店三天兩頭這樣休息 你怎麼留得住客人 不說起來 也沒差了 反正 你就要拿到长期饭票 当李太太去享受了 妈 我决定要去跟正方说清楚了 你要去跟那个小子说清楚什么 那天如芬帮来那个场面 你都看到了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我要去跟正方坦白 只有这样子 我才能推得起如芬 还有我自己的良心 良心 李正方拿顿黑药给你吃的时候 她的良心在哪 妈 妳放心 我一定会筹钱 去还给正方坦白她妈妈 你不要再去找人家了 免得人家一直看我们笑话 等到我去把这件事说清楚之后 我们两家人没有任何关系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妈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很谢谢你这阵子那么费心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谢谢 妈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重重提起 然后又轻轻放下呢 好啦 你要去跟那个李正方坦白 跟那个姜如芬告解 甚至是到警察局去自首 我都不会拦你了啦 只不过太迟了 什么意思啊 我昨天已经把一切都说明白了 你说明白了 对啊 现在李正方她妈妈已经知道 李正方拿顿胎药给你吃的事了 最重要的是张无芬终于知道她先生外遇了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说出来啊 妈 你这样子说是伤害到我朋友耶 哎呦 就是因为她是你朋友 所以我下手亲啊 我只有说她先生外遇 可是我没有说对象是谁啊 我也没有说你怀孕的事喔 妈 你为什么要把大家闹成这个样子啊 你一定要看到大家这样子不得安宁吗 你这样做 就算我得到李正方 我也得不到她的心 她只会愿望我们拆下她跟她老婆 我根本就不会幸福 哎呀 你干嘛对你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啊 我慢点 妈相信你对男人是有一套的 所以妈就先帮你把这个入场券拿到手 接下来的幸福就要靠你自己拼啦 妈 你根本就不是在帮我 妈 我求求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我幸福 我们现在就放手好不好 我们一起放手 我们一起去李家 把这整件事情说清楚 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王安 你不用那么不知好歹行不行 你以为我帮你铺这些现实 这些局很容易吗 我单枪匹马到人家家去 睁眼说瞎话 我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又是有个不小心 我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我爸 被打背后我有什么能力反击 今天要不是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我犯得着去冒这个险吗 良心良心 你这么爱你的良心 你为什么不问问她 你妈我对自己的事 有没有这么贫过 妈 我离家哪里的 在这里就离家了 你要看看 你不要 好啊 你们这两个疯婆子 又怕来找我女儿干什么 昨天你打我女儿巴掌 我都还没跟你算 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啊 今天没要找你的女儿 今天直接来找你这家的徒兔 不过你很奇怪 你去家里那边 为什么不找这些人生孩子 你没事跑到李真方家里 跟我女儿说她老公有外孕 你又伤他你做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搞了半天是这个事 我想说你们都知道 那你女儿也应该会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们弄了气你女婿 然后还跟着你女婿 一起买你女儿 古老奥生 你是五岁 你不知道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吗 我不会告诉她 就是不想伤她的心 那同样的道理 我会跟你女儿讲 也是因为不想伤我女儿的心 我会跟你女儿 我会跟你女儿 你奇怪 你 你 我说 你 你 我想做更好的人 你完成了 我的灵魂 因为爱你我的情敌姐妹还考验 开始学着神情不退却 又闯你女儿 我会跟你女儿讲 也是因为不想伤我女儿的心 你现在说什么 奇怪 我说 你的女婿既然已经不爱你女儿 你就应该早点让你女儿知道 让她有自知之明 她这个郑姑娘娘应该要退位 免得到时候被人家赶出家门 多难看 家你懂了吗 我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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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密的天女儿 如何打 不过我这个是 替天下跟所有欧巴上打 你这个老母是怎么教女儿 女儿去游戏 女儿去游戏 女儿 你不敢打我 又在这里在唱唱 丧娘不正下两位 我跟你说 我是替天下 跟所有婆婆妈妈 替你跟她竞逝 好 你这两个小女儿 三分两次 情门打火来欺负我跟我的女儿 今天这口气 我绝对忍不下去 我一定要给你们说清楚 好 来 不要拿 老师 丧娘 不要想拿掉 不要拿 你不要拿 你不要拿 老师 你不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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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进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报警 你给我打电话还给我报警 你这儿给人家 警察来问 电梯给你带你带你带 你带我带你带 妈 妈 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报警 我们从外面好远听到好大声 还说什么要叫狐狸精 抓狐狸精 发生什么事 一楼 如芬 我和你妈妈说 前面看一支脸色交 那叫真多精彩 一顿女人 有着一个女人 打得真得 好好看多精彩 对 正好讲到 那几个狐狸精 被人家打 很欢迎 说给她听 对 你们跑来这里干什么 没有 就是如芬心情不好 所以我找她来按摩 让她放松一下情绪 你们刚好也是来按摩的吗 对 要一对方了解 不然要怎么样 气候来 所以曼玲 你的店今天是有开 外面的招牌灯是关的 你问我是不是 你亲爱的老公跟我女儿 怪玉 你 你是 王妈妈 你是曼玲的妈妈 我们以前 念书院的时候有见过 我是宋清美 你还记得我吗 爸 阿芬 你一起来放下 你昨天跟我说 我老公跟你的女儿外遇 你又是曼玲的妈妈 所以你那个跟我老公外遇的女儿 就是我的好姐妹 曼玲 五分 你听我解释 妈 你们知道她是正方的外遇对象 所以你们来找阿里温 阿温 阿温 祖芬 你妈妈没说 她就怕你疼苦 你之前告诉我 你有一个喜欢的男生 你还想跟他结婚 那个人就是我的老公 为什么 我那么喜欢你 我把你当我的好姐妹 你为什么要跟我的老公外遇 你为什么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可芬 对不起 你什么意思 可芬 可芬 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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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我们女儿子今天有什么事 我以为全民选择 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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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背来选择 那 走走走 你们都走 就算是亲近 芬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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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邦,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你被人家设计了 你看,你也这样觉得,对不对 你也觉得我被冤枉,对不对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 都是那女的在设计我 奇怪了,为什么这件事情 大家都认定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呢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男人被强迫也是很痛苦的 好了,先不要那么激动 佳晴,如果今天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你知不知道 当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女人怀孕了之后 我的悲惨的日期就已经开始了 我妈为了那个还没有出生的金孙 已经花了多少钱出去了 那个女人怀孕 我们还千万不能够让如芬还有她的家人知道 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可是 我现在觉得真的很痛苦 我巴不得自己干脆死掉算了 你现在先不要说这种讨打的话 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复杂的 不过我觉得 如果你是真心爱如芬 真心的想要保全这个家庭 这个婚姻 那 你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佳晴 你的意思是 你也赞成我不要这个小孩 虽然 虽然这不是什么好方法 不过 如果把孩子撑下来 问题呢 肯定只会多 不会少 对 就是这样子 没错 佳晴 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 早知道 我早点跟你谈这件事情就好了 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 我被我妈骂得多惨 因为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犹豫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我太残忍 太不负责任了 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 不过正方 我真的还是要说说你 如果你对每一件事情 都像你对钱的没有 小心谨慎 今天就不会惹出这么大麻烦 我知道 我最近都一直在想 我这辈子东空西神的 这么抠门 这么荡身 大家都把我骂到臭头 早知道 我省下的这些钱 现在要变成遮羞费 我就应该拿这些钱 带老婆小孩去玩乐享用 通通花掉 我一想到这样 我就觉得好欧 你现在先不要想这些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眼前的事情先解决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出钱出力 你随时打给我 嘉欣 你今天特别过来关心我 跟我说话 我已经很感激了 谢谢你 嘉欣 谢谢 我用不到来的 喂 妈 龙飞 你吃到那女的是谁了 吴飞 怎么会这样 陳薇姐姐来接你了 来 姐姐抱抱 好 我们跟清美阿姨 小莹阿姨 和杨阳哥哥说拜拜 拜拜 一春瑋 你回去跟如芬說 我們都會支持她的 教她一定要保重身體 我們要再去看她 幸好如芬有妳這好姐妹 我先走了 來 加油 小心 媽媽 為什麼如芬阿姨 沒有來接彩玲妹妹 因為如芬阿姨 她身體不舒服 所以媽媽剛剛已經 別她回家休息了 所以是成為酒酒 來接彩玲妹妹 瓜哥做完了嗎 趕快去 王曼玲 這女人實在是太過分 死性不改 我要不是因為 即將要去追如芬 我一定會留下來 把妳痛罵一頓 甚至痛打一頓 我幫如芬討回公道 妳 以前是勾引別人的男朋友 現在是怎樣 升級了是不是 勾引別人的老公了 勾引人家家庭 妳都不怕得到報應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氣瘋了 所以我忘記你 沒關係 我又不是妳老公 不需要在我面前裝氣質 今天真的辛苦妳了 謝謝妳幫我照顧兩個小孩 我照顧我自己的兒子 妳幹嘛跟我說謝謝 照顧小孩很累 我想妳應該餓了吧 我去幫妳弄了點吃的 妳現在這樣子 煮出來的東西 還會好吃嗎 說不定妳會把鹽放成糖 妳想煮我還不想吃呢 說得也是 那還是妳想吃外面的 我去幫妳買 不用麻煩了 現在應該先想辦法 讓妳的心情平復一點 跟我走吧 等一下 妳要帶我去哪裡 跟我走就對了 等一下 小音 小音 丸芬 盧芬 當我知道正芳是妳老公的時候 我就想收手了 我是真的幫妳當姐妹 我不想傷害妳 我不想 妳不是壞女人 我不是壞女人 王曼玲 齊美 你怎麼又來了 我這位姐妹提醒了我一件事 你似乎還欠我一樣東西 這是幫如芬打 來吧 你似乎還欠我一樣東西 這是幫如芬打 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我 對 我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我早知道 我這把手早就打了 但是我現在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你習慣搶別人的男朋友 搶別人的老公 這一點 你倒是始終如一 看樣子 這種裂根性的女人可有的罵我 王曼 我念在你是我的同學 我留了一條退路給你 我相信你會悔改 我也相信你不會再犯同樣的錯 結果你竟然騙了我 我 我 我真的很後悔再見到你 我也很後悔相信你一些懺悔的鬼話 你要不顧廉恥 你要糟蹋你自己你就算了嘛 你為什麼要去傷害其他的人呢 尤其是一個情投你姐妹的人 我要幫這位王小姐更正一下 江如芬是把她當做好姐妹看待 但是這位王小姐 從頭到尾都是虛情假意的吧 王小姐 我冒昧的請問你 你又整過行嗎 如果有 那你就是一個徹頭徹尾 從裡到外都是一個表裡不一的假人 你真了不起 你這個人像怎麼樣 小音有說錯嗎 你從頭到尾都在玩弄如芬的感情 你就是這麼自私 清美 你聽我解釋 如果你說我去想別人的男朋友 去想別人的老公都好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傷害如芬 我根本就不知道正方是如芬的老公 你不要再浪費你的口舌了 我宋清美再笨 我也不會一而三再而三地被你騙 是真的 我可以對天發誓 老天爺很忙的 你內心像吃飯喝水一樣的芝麻小事 就不要麻煩到老人家了吧 王曼玲 你要發在毒的事 那都是你家的事 我今天來 不是要來看你假惺惺的演戲 我要不是因為要幫如芬塔夫公道 像你這種不知廉恥的女人 我覺得我看你一眼都在浪費我的時間 那你們到底要我怎麼做才可以 是要我去死了掏心掏肺給你們看 你們才願意相信我是不是 曼玲啊 慢慢聽哭怎麼死不死的 現在是怎樣 張如芬爭不過我女兒 就輪番派打手來欺負她 清美啊 虧你還是曼玲十幾年的同學 這種事你怎麼做得出來你 王媽媽 我今天尊稱你一聲王媽媽 我也希望你可以有長輩的樣子 清姨把你剛剛說的那句話說回去 誰被欺負 誰受委屈了 你們母女倆應該比誰都還清楚吧 沒有 沒錯 我跟妳女兒曾經是同學 可是當她在被叛 我的好姐妹的同時 我跟她的清姨 早就被她糟蹋光了 這是女大十八變嗎 你怎麼可以變得這麼沒有禮貌 這麼忤逆長輩啊 知道 是因為你從小到大 都沒有爸媽教對吧 請問這一位很懂教育的媽媽 你又是怎麼教女兒的 怎麼會教出一個 專門搶人家老公的女人呢 難道你從小就立志要培育一個 吃遍天下男人的狐狸精女兒嗎 你果然比你女兒更了不起更厲害喔 你 你這張見證我撕了她 你敢動我試看看 我先警告你 我是癌症病患 如果你動我讓我怎麼樣了 你會很麻煩的 算了 我一個做長輩的跟你們這些小毛頭動手 的確有失我的尊嚴 不過你給我記住 下次你敢要欺負我女兒的話 我絕對不會對你這麼客氣 你放心 我們不會再來的 因為她自己會有報應 送親妹 我該說的都說完了 小燕我們走吧 等一下 你剛才在路上 不是還跟我說另外一件事嗎 你 這是幫姜如立給的 你打我女兒我可以告你 我一個要死的人有什麼好怕的 你又要告你進過來吧 我等你 曼玲 怎麼樣 媽 我沒事 口想通了 就算我再怎麼改 我再怎麼真心懺悔 都不會有人要相信我了 那我為什麼要委屈自己 我為什麼要管別人怎麼想 從現在開始 我會聽你的話 我要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自己想要的快樂 媽咪 媽 我們沒有姐妹可以依靠 所以我們要自立自強 我們一定要過得更好 我們要過得更幸福 讓那些欺負我們的人看 邁尼 你這樣想就對了 在這個世界上 你越是替別人想 這就死得更慘 邁尼 媽姐買了你愛吃的 來 先吃飯 吃完飯以後呢 我們再來想 下一步應該要怎麼做 我 宋青妹 謝謝你跟你的好姐妹答醒了我 讓我知道以後該怎麼做 你們等著吧 你還好嗎 當然好 對付這種小角色 哪需要花什麼力氣啊 小姨 謝謝啦 你今天帶我去出氣 還有啊 我要代替如莉 跟你說聲謝謝 因為你幫她報了一件知仇 等如莉回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告訴她 她一定會很開心的 宋青妹 你不要開心過了頭 你先想清楚 要不要把這件事情 告訴你那個好姐妹姜如莉 當年王曼玲這個胡怡經 也有遮談她先生的事 她先生不是走了嗎 這件事情 我真的要好好再想一想 我怕到時候提到品川 如莉又會傷心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現在心裡啊 真的舒服很多了 我也要代替如芬謝謝你 你今天真的很像一個俠女耶 幫了我們三姐裡面 好大一個忙喔 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誰幫你們吧 我是怕你憋了一肚子的火 到時候會憋住另外 該不會還要我來照顧你吧 而且我本來就很瞧不起這種 靠著臉色搶男人的女人 還搶別人的老公 還聽你說 她還很失偽 見人失偶的話 見哥說文化 誰叫她倒楣 剛好她的這些特點 都是讓我覺得很礙眼 但是不管你的本意是什麼 該謝的我還是必須要謝啊 但是說真的 要是你沒有陪我去的話 我真的不敢去那家店裡面 給那女人一巴掌 宋青梅 你沒有這麼柔弱好不好 你都敢跟曼妮假藥騙以前的一堆人打架了 剛剛悶了一肚子氣 我現在肚子覺得好餓 我知道這附近有一間很好吃的義大利餐廳 我們回去帶芽芽一起去吃好不好 我請客 有人請客當然好 有啊 但是我先聲明 太油貨太鹹 我可不吃喔 我知道 我一定會找到適合心裡吃的食物 學著深情不退卻 用創意 彩琳吃冰淇淋喔 你不想吃啊 這是你最喜歡的巧克力口味 酒酒餵你吃好不好 酒酒餵你 你一定是在想媽媽 你爸爸這下床下這麼大的禍 也難怪你媽媽會這麼難過 而酒酒跟姑姑啊 這段感情也不知道走不走得下去 好苦 難怪大家都在說 愛情的滋味就像巧克力一樣 又苦又甜 我跟詩怡這段戀情 看不到明天 大概只剩下苦澀的滋味 陳偉不好意思喔 路上車太多所以來晚了 你趕快坐吧 我幫你點了果汁 好 彩琳 對了 剛剛在電話裡面沒有聽得很清楚 你是說嫂嫂已經知道 我個人外遇對象是誰啊 是啊 剛剛我媽還有我妹一起回來啊 家裡淺只是一團亂 我東聽一句西聽一句 好不容易拼湊起來一個輪廓 你知道嗎 你哥的外遇對象啊 是一個方寮館的老闆娘 而我媽 真媽媽 顏阿姨 這三個人又是方寮館的常客 更誇張的是啊 這個方寮館的老闆娘 是青梅的高中同學 青梅之前也把她介紹給我妹還有我姐 而她們兩個人 你把她當成一個好姐妹看待 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 妳就一個 難道妳不覺得驚訝嗎 我當然覺得驚訝 我只是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反應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嫂嫂的好姐妹是我哥的外遇對象 是啊 身邊有這樣的好朋友真是很恐怖 不過 我覺得也有可能 是妳哥透過如芬認識了這個女人 然後進而發生關係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妳哥真的是不能原諒 不可能啦 我哥已經說過 這件事純粹是個意外 而且妳想想看 我哥這麼小氣 怎麼可能花錢在他們養小三啊 我看這件事情 不是天大的巧合 不然就是我哥 真的被她女的一個設計 也對 然後呢 嫂嫂她們還有說什麼嗎 接下來我也不知道 我後來送青梅回家 也把彩玲借回家 好 那就好 看陳薇的樣子 嫂嫂她們家應該還不知道 那女人懷孕的事 不然早上要殺到家裡 把客戶馬分屍了 好險 事情應該還有轉圜的餘地 欣憶啊 妳在想什麼 沒有啊 我沒有在想什麼 妳是不是還知道些什麼事 我剛剛講的 妳好像一點都不意外 妳是不是早就已經知道 外遇的對象 十五分的好解 怎麼可能啊 我恨那女兒都來不及了 要不是因為她 我們兩個早上順順利利 開開心人在交往了 我現在根本就不想聽到 我哥提到有關她的事情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她是誰 妳們不要緊張 真不好意思 我只是突然很擔心 妳會為了袒護妳哥 而對我有所隱瞞 就像妳剛剛說的 我也很希望我們兩個人 能夠順順利利的走下去 只是這突如其來的障礙 讓我真的慌了 才會這樣一生一归 欣憶 我真的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沒有關係 我們不是說過了嗎 彼此之間是沒有秘密的 我是不會隱瞞任何事情的 怎麼啦 彩琳 嗨 我光顧著跟妳講話 我都忘了我要帶她回家了 她連她最喜歡的巧克力冰淇淋 都沒吃 肯定是想媽媽了 彩琳 我決定帶妳回家好不好 我跟妳一起去 妳要跟我一起回家 嫂嫂現在心情一定不是很好 我想去看看她 可是妳要有心理準備 媽一見到妳 肯定不會給她臉色 沒有關係 只要跟妳在一起 我就什麼都不怕 妳都不怕了 那我更不用緊張了 我們走吧 走了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我的好朋友 我把她當成好姐妹的人 竟然就是我婚姻的第三者 之前曼琳還跟我說 她男朋友如何如何 我還跟她講我老公的事 原來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真的很諷刺 而且她毫不避諱地在我面前說 她有多麼喜歡她的男朋友 多麼想跟她結婚 我還幫她加油打氣 原來我根本就在支持她 來搶我的老公來破壞我的家庭 她甚至還很好心地 叫我怎麼幫真方按摩 還可以問我說 正方覺得怎麼樣 正方覺得怎麼樣 原來那是因為 她早就知道正方的行星 所以她才會這麼問我 我現在想到我都覺得我好不堪 妹妹 不要難過 為這種被伴朋友的人傷心 不值得 爸 可是我是覺得她正親對我好耶 難道這種姐妹的感情 都是騙人的嗎 都是假的嗎 我不懂她為什麼會這樣對我 我沒有做出對不起她的事 相反的 我把她當成好姐妹 我 我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樣背叛我 我真的很難過 本來人的七情六欲 就沒有人拿得準的 是啊 連自己最親密的老公 都可以背叛自己 更何況只是個朋友 被自己的整片人背叛 已經很痛 她萬一的對象 是自己的好姐妹 這個真的讓人很難以接受 爸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有人可以這麼自私 只要自己快樂 讓別人傷得多痛都沒有關係 妹妹 其實以前 爸爸就想過 應該要提醒你們 不要太輕易相信人 對人 一定要有防禦之心 但是爸爸也擔心啊 這每天要提防這個 懷疑那個的 你這個世界上還有真情 又到哪裡可以看到人性 美好的一面 妹妹啊 看到你這麼難過 看到你掉眼淚 爸爸在懷疑 是不是我錯了 爸 你不要這樣想 我今天雖然很難過 可是我相信 不是每一個人 都像王曼玲這樣 我今天只是碰巧運氣不好 被自己的信任的姐妹的背叛 可是 我也曾經因為相信 所以認識像清美這樣的好姐妹 不是嗎 妹妹 你是真的這麼想 還是在安慰爸爸 爸 你剛剛講得很對 如果我們對每一個人 都沒有辦法真心信任 那我們會錯過這個世界上 好多好美好好美好的事跟感覺 所以我一點都不後悔 我很容易相信別人 我也不覺得爸爸有把我們交錯 我只是運氣不好 妹妹啊 我聽你這麼挑 爸爸跟清美女一受傷害 爸爸 你放心 我難過完發洩完 我一定會更堅強 我絕對相信 因為相信所得到的東西 絕對比因為懷疑而避免的傷害 來得更有價值 不是嗎 我的寶貝女兒 你真的是長大 一點都不像是 我以前在想不太好 軟弱又不懂事的小女孩 當然 我生的女兒當然勇敢又堅強 我們女兒一定變成男人 男人剛才的事情以前都是很健康 比你們男人更健康 陳偉瑜接彩玲怎麼還沒有回來 我去打電話問問 你爸爸趕快逃出去 再不逃出去她就罵罵好啊 你不要看她平常不說話 她的什麼小事情都放在心裏 大家都很清楚 來 我給妳拿茶來 妳把臉擦一擦 媽 謝謝 來 坐下 阿芬 媽媽知道那個 王曼玲是那支鼓勵精以後 沒有先告訴妳 妳會不會生我的氣 媽 我怎麼會生妳的氣呢 跟正方天天相處的人是我 跟王曼玲是好姐妹的人也是我 我要氣 也只能氣我自己後知後覺啊 是我太粗心 沒有發現老公有異狀 還笨到把敵人當朋友 這個不算笨啦 那如果換成白人 我以前這個事情也是我肚子處理啦 我一下子這樣子兩個事情 其實我腦筋一片空白 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怕的 心情好嗎 媽媽說話 妳這裡有空間空間 媽妳說 我會聽 說起來 媽媽吃到這兩位 媽媽媽說 做一個女生真是不簡單 我們小時候先別說 妳看 大小時候 我們就要千跳萬選 去拯救一個好紅色 人生就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 要請女兒 要顧家庭 要輔助紅色 妳如果做得不好 人家說妳沒辦法 但是妳如果做得好 又是應該的 妳如果家庭想緩緩 又會煩惱幸福會孤單 還是有人會破壞妳的家 但是我們不管外面的人 怎麼說怎麼想 這個雞是我們一手建立的 我們一個做媽媽 一個做雞後的人 我們就要親手捍衛自己的家 這不僅是妳這樣 有分一生的功課 還是天下的所有女生 共同都要做的功課 捍衛 媽 我都已經擺成這樣 妳要我怎麼捍衛 前進不開始 要鬧書而已 我們這個雞 就像小時候在騎姪母這樣 來 妳把手拿起來看看 妳走進妳家的客廳 一塊刀 一塊衣 一把電池 是不是都是妳親手布置 親手擺的 來 走進妳家的廚房 那一把牌子 一聲地 一把電池 甚至一把倒閉是不是 都是妳親手擺下去的 有分啊 如果這樣我是怎麼可以 因為外面一個 不斷不斷的給妳家 這麼簡單 就把我身口保持起來的 一個雞腳挑戰 妳的意思是 妳要我原諒正方 來維持一個完整的家 老婷,婚姻你自己的 你要管用正方母 妈又不管他带你做决定 要看你自己 但是当然要看正方的表现 对不对 妈又只是希望说 这个鸡是你一手建立的 要爱不爱是我们自己做决定 我们不可以帮一个无关的外人 来带你决定你的味道 你发生的事情 妈和你爸爸、阿嬷讨过 但是我在蔡家听那个欧巴桑 东家长西家团我听了很多 他们说通常外面那些给你听 都不是真的爱这个男人 所以如果他们要拖下去 对他们是不好处 但是你是名正言顺的李太太 你若不帮手 没人有那多关你走 所以妈只是希望说 我们把他拖一下 把他拖一拖 看他如何 我的 半年 这半年对外面那些女孩来说 如果他不是真的爱这个男的 他会觉得这样拖下去 没意思 他没耐力跟你好 但是对李正方来说 就是一个观察期 你会看到他有心想要悔悔吗 对你来说 是一个冷静期 你可以好好冷静地思考一下 这个对不起你的女孩 你有发现我了解吗 但你经过一个短静思考 来观察期 到那一年了 又肯定买得好 如果这样爸爸妈妈咕咕咕咕 为假我大家都支持你 但是妈妈只是要你明白 今天这个鸡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 要爱不爱是我自己来做冠军的 我会因为和我叔叔太厉害 我们要离婚 但是绝对无用 因为第三者外面那些 让你这么简单的可爱 我一手建立的鸡 就整个把他拖下去 你听我吗 妈 妈 妈 谢谢 我当时要开心 加油 陈伟 你跟彩琳马上就回家了 好 没事 我只是打电话问问看 你们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好 好好好 那就这样子了啊 好好好 张伯伯 走 爸 你还敢来我们家 你遇到讨打是不是 江伯 您先别逗气 江伯 我知道您生气 其实我们大家都生气啊 我刚刚也把正方好好训了一顿 不过我们再怎么生气 也没有办法帮如芬解决到问题啊 李正方啊 你好厉害啊 没有想到我在护震事务所干了大半辈子 看见人生的悲欢离合 再大的事情我都可以坦然处置 没有想到我这两天 我已经想到你 我就激动的恨不得再让你尝尝我的脑拳 爸 爸 对不起 如果你希望 我一发脾气 再把你横打一顿的话 你就赶快给我离开 家庆 把他带走 爸 对不起 可是 可不可以让我见不飞一面 我跟他说完话 我马上就走 你还有脸要见如芬 李正方啊 我把我的宝贝女儿炸给你 是希望你很好的疼喜 没有想到 你却在他心头上 吹大弯寡 江波 正方是真的很后悔很懊恼 而且我相信他不是蓄意犯错 您可不可以再给正方一次机会 而且正方想要见如芬 也是希望能够当着如芬的面 跟他好好忏悔 您就让他们见吃面吧 正方想要见如芬 也是希望能够 是希望能夠當著如芬的面 跟他好好懺悔 您就讓他們見一次面吧 爸,我是真的錯了 所以現在有任何人想打我罵我 都是我該說的 可是我絕對不會逃避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如芬能夠明白 我真的很愛她 我真的很愛我們的家 所以這件事情 要我付出任何的代價我都願意 只要不要讓我失去如芬就好 是啊,江伯 您就讓他們見個面吧 如果如芬想要跟他溝通 那他們就溝通 如果如芬不想跟他溝通 那就讓如芬罵他幾句 打他兩下消消氣也好 是不是 如芬 如芬在他房裡 你要見他,就進去吧 謝謝爸爸,謝謝 謝謝 家綺,也謝謝你 謝什麼 你趕快進去,好好跟如芬道歉吧 事情解釋清楚 我先走了 你要走 趕快進去吧 去 這樣有舒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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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我會給你用茶包 我會給你用茶包 這樣就給他擦 媽 來 媽 來 等一下如芬的眼睛都要腫起來 誰用我就把你的眼睛握出來 如芬,我知道你現在不想理我 可是,只要你願意聽我說話就可以了 之前媽跟我說 你已經知道整件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嚇得要死 我真的很害怕 我根本不敢想以後到底會怎麼樣 可是,更讓我擔心的就是 你要是知道對方是誰的時候 你一定會很傷心 一定承受不了 當初 我之所以沒有馬上立刻跟你坦白 對方是誰 就是這個原因 結果呢 結果我現在還不是知道 結果我還不是傷心難過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被騙一次又一次 被被騙一次又一次 又一次 如芬 不是這樣的 我是真的很怕你傷心 這樣我會加倍難過的 你加倍難過 那是因為你心裡有虧疚吧 你之前這樣子突然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 突然對我好 突然對我體貼 原來那根本就是我在外面做了虧心事 所以你虧疚想要來彌補我 不是 不是這樣 其實 我早就去請教姐夫怎麼樣當個好老公 而且我都有努力在做 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出錯 我不小心闖禍的這件事情 是之後才發生的 姐夫 都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姐夫知道你跟曼玲的事 對 我不小心做錯事 我心裡真的很懊悔 很害怕 但是我又沒有人可以說 只好去找姐夫 跟他長談了一番 我的心情 姐夫真的明白 可是 姐夫現在 已經沒有辦法再幫我作證了 姐夫 我到底該怎麼辦 我到底該該怎麼辦 若芬 姐夫 正芳 她是真心愛的 妳們兩個 要好好地在一起 知道嗎 難怪 姐夫那個時候會那麼說 若芬 我知道 我現在再為自己辯解也沒有用了 可是我希望你知道 我是真的很愛妳 這一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妳不在家 我根本沒有辦法入眠 就算好不容易睡著 我半夜也會做噩夢驚醒 我真的很害怕 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家就徹底瓦解了 就是照理來說 男子和大丈夫 應該天不怕地不怕的 可是我李正芳 就是一個害怕失去妻子的 懦弱鬼 膽小鬼 我李正芳 真的不能沒有姜如芬 你跟我回去好不好 好不好 我知道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才發現 當初我死皮來臉地追求妳 不顧大家的眼光 要求妳嫁給我 好不容易才建立這個家 可是要摧毀這個家卻很容易 現在我知道了 王后的日子 我一定會小心翼翼 戰戰清清 不放過任何的細節 好好地維護 我們親手建立的家 我現在 只求妳再給我一次機會 證明我的真心 我們不管看別人怎麼說怎麼想 這個家是我們一手建立的 我們一個做媽媽 一個做家後的人 我們就要親手捍衛自己的家 這不僅是妳將如芬一生的功課 還是天下的所有女人 共同都要做的功課 如芬 請妳答應我 跟我回家 妳以後 我 真的會戰戰兢兢 小心翼翼地 維護我們的家嗎 絕對會 我保證 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會再發生了 我對妳發誓 我不要妳發誓 我要妳真的做得到 如芬 請妳相信我 我絕對做得到 坦白說 妳要我現在原諒妳 我做不到 不過 我留在娘家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而且很多事 我們必須面對面相處 我才能夠做出決定 所以 我現在願意先跟你回家 吳芬 謝謝 其他的事 之後再說 那妳 老闆鬥 這是粗心 如果妳說出去的話 我就會去撞車 我就會去調海 我一定會死給妳看 妳不要再給我 道歉 我們聽到 她要先道歉 妳看妳的 我還以為妳知道嗎 那這下江湖過來 就麻煩到了嗎 還可以躲身 妳的太太 一定是一個很不錯的女人 我 她 是我在吃醋嗎 也許吧 那個美麗的女人真幸運 可以成為秩序的另一半 道歉 很高 秋卡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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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狐狸精跟我說 身體不舒服 還竟然跟我講 懷孕一個多月了耶 那她真的懷孕了 依我過來人的經驗 我怎麼看都不像 妳讓我難看 那我一定要把人家 搞得金飛狗跳 讓妳懂 如果我們都曾經 為彼此而難過 有什麼不能 一起執著一起過 時光 時光 它欲去欲求 卻證明有我 證明有永恆 陪妳我 想做更好的人 妳完成了 我的靈魂 只想妳了解 愛可以多捨 妳的完美 讓我來完成 讓我來完成 妳是我心中最好的人 我為妳的 天堂開門 妳不是我的神 卻給我一生 妳讓不可能都變 感谢观看